今天的形式是很輕鬆啊 但是我想有些茶友很緊張喔 是什麼時候喝茶什麼時候把杯子放下 那其實希望說今天的茶樣樣都是真品 看了茶點人就醉了喔 所以你們到一個茶席 視察人說請喝茶你們就喝茶 那他們很多人都很貼心都有茶點 那我希望說每一位茶友都是品質有三口 我們慢慢的喝茶 然後你們喝過三道茶以後才請你們用免心 那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真的很樂可以先去外面試喔 沒有太開笑的 然後我說的品質有三口 每次同學都會很緊張喔 是哪三口 那每次問同學同學說品就是三口 那我希望說還是跟大家再複習一下喔 品的第一口 第一口呢是回正你口腔的味覺 就鎮定一下你口腔 那也許你剛剛中午吃了太辣啦 太辛辣 那我們就是鎮定你的口腔 那第二口呢就是品它的香氣 因為茶的香氣是氣是流竄的 所以在你的兩家還有你的上盒 你就是氣吞三盒 把那個香氣推下去 然後那個茶很香的會有川皮香 更香的會衝到後腦勺 所以這樣的茶品今天都有 看你們自己能不能動 品到它的香 那第三口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韻 就是你的喉底 這邊會甜甜的 就是你等一下半小時 一小時一小時開車的時候 你的喉底都是甜的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茶有多甜 你可以喝一口白開水 白開水又叫回甘茶 它可以見別茶湯 這個甜度都會流不上來 所以我們就是慢慢的喝 慢慢的喝 慢慢的挺 然後才能夠不會辜負今天的好茶 所以呢 呃 我們現在正式 如果茶師需要安慶的話 我們可以先安慶兩分鐘以後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請茶 然後呃 在這邊也是希望大家喝茶愉快 然後祝我們的賴老師生日快樂 欣賞信誠 好 好 我看見 太佳 utan enable 多謝